回到高丽时代的IU 跟扮演四爷的李准姬 有精彩的对手戏 韩版步步惊心 李准姬饰演脸上有刀发 连亲生母亲都不愿正眼 看一眼的高丽光宗 没有想到这冷酷的面具造型 却意外撞脸 斜刘海加上面罩 遮掉半边脸 还有高冷的表情 李准姬跟羊驼竟有几分相似 而其中高颜值的皇子现身 也成为片中焦点 虽然阵容大咖 但首次演出偶像剧的 EXO薄贤被点出略为声色 甚至男主角李准姬 还被网友认为气场太强大了 导致其他演员表现被改过 就连IU也被评为演技退步 整部剧情不够紧凑 第三集的收视只有7% 在同时段屈居最后 而云化的月光收视率 则是冲到了16.4% 问座冠军 古装大战交手两回 普宝剑人士占上风 记者黄英文章 是葵特报导 记者黄英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